不要啊 给我 看到木子亮在欺负人 正义使着帽子男 看不下去大声呵斥 但妇人却勒直气壮 而他的小孩听到后 还学男子口吻挑衅 没有人自表他 我不知道 警方货报及时到场 阻止他们行为 事发在19号下午 在新北市板桥体育场旁的公园 木槿民众指控 木子亮来捣乱 强占溜滑梯 出脚扳刀小朋友 还拿玩具枪吓人 由家长无法容忍他们的行为 和富人爆发 口角冲突 小孩子就是他会自己去玩 然后我们都有时候 没有一直在注意他的话 如果就当然会担心 是那一队喔 真的喔 好可怕 所以现在不要来这边了吗 应该会小心一点 先把小孩带走吧 应该也不会跟他对抢 木子亮会攻击人 有家长早有所闻 其实他们最早出没 在土城综合体育场 因为霸占有了器材 多次和家长起争执 曾拿石头砸人 拿鞋子丢别人 之后又到中和的景和运动公园 同样做出欺负孩童的事情 想不到现在转战板桥 社会举业已经进入处理 目前学校已经持续 透过专服的机制教导孩子 妈妈也进入了辅导的资商机制 教导孩子如何在公园游乐场所 跟其他的小朋友安全地游玩 由于没人提告 原警只能告诫 但若事后宴商想提告伤害 警方也能受理 就怕母子两代做出攻击行为 警方将会加强巡逻 不让类似状况再发生 记得理清杜云 新北市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